我們現在的進步 大家共同來努力 好嗎 好 他是連任主任政長的方靖新 突然遭到檢調搜索約談 在檢察官約談後 以50萬元交保 上班日大門敞開的辦公室 空無一人 借牌圍標的部分 這個我們就不清楚了 因為檢調來 他也沒有多說什麼對 那他就是說 像我建設科的承辦人 他都是以證人身分去音訊 昨天去了之後 晚上午晚8點多 他們都各自回家 苗栗地檢署派員 針對18處大規模搜索 其中包括竹南鎮公所 借牌投票廠商 涉案人住處 並通知傳喚竹南鎮長 方靖新等29人 竹南鎮方新鎮長 是涉嫌能違反 通知罪條例 政府裁公法的案件 犯罪嫌疑中擔 但無擠壓之必要 預支50萬元交保 2021年6月 苗栗電子廠燃疫人數攀升 失控連環報 方靖新就曾以竹南鎮長的身分 出面向政府喊話 相關單位因立即要求廠商 在所有員工快篩結果 還沒出來前 禁止所有的外籍移工 在外活動 此會捲入涉灘風暴 方靖新究竟 簽設多少工程 苗栗地檢署強調 案情尚未完全明朗前 會持續整密搜證 直至案件水落實際